好,接著要來示範如何建立金鑰隊 首先我們執行一下 LEOPATRA這個軟體 好,這裡有一支是我們之前有建過的金鑰,那我們現在再來示範新建立一個新的金鑰隊 EOFIRE NEW KEY PAIR,就是新的金鑰隊 那點進來之後,我們可以發現他會有兩個選項 那其中一個的方式是 OPENGPG KEY的金鑰隊,那一個是X10.509的金鑰隊,那我們 這裡示範的是使用OPENGPG的金鑰隊,點進來之後 可以輸入NAME,姓名跟E-mail,那就輸入你的姓名跟E-mail 那E-mail的地方就輸入你實際的E-mail,因為這個在做 簽證的時候,可以讓對方知道你的Mail是多少 那我們這邊示範的時候 就 用假的 好,就建另外一個,Mark Test 那這裡有一個Advanced setting 那點下去之後,這裡有一個 加密的長度,那預設是2048,那你可以選擇更高的 那我們這裡採用預設就好 那這裡也會有一個 就是到期日 到期日你可以選看你到期日是要多久 也說看多久 那如果說 這個到期日如果你有選的話 那到這個到期日這支鑰匙對就不能用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,那我們示範的時候是 不設定這個到期日 那有設定到期日的話會安全一些,但是你時間一到要記得去做一個變更 好,那我們這樣原則上Advanced,這邊你不設定也沒關係,就輸入姓名跟E-mail就好了 那下一步 所以這裡就會秀出來你剛才輸入的內容 那如果show all details打勾的話,就會把詳細的內容通通秀出來 好,那我們選擇Create,就是開始建立 那這邊他會叫你輸入 Pathphrase 就是密碼 那你可以選擇你習慣的密碼 那底下在repeat,就是把你上面密碼再打一次,那底在最下面這邊會顯示你的密碼強度是不是足夠了 OK 那就要再稍微等一下,那他就會成功的去建立了,那選擇Finish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,就會我們新建立的一個金曜隊出來,那他會有 姓名E-mail,然後會有 從哪個時候可以開始 可以開始建立的日期,然後直到哪個時候,因為我們沒有設 到期日,所以他並沒有顯示到期日期 好,這就是建立金曜隊,很簡單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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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